哈喽大家好 你帮我看一下 他说什么 服务员给我发消息了 他还主动给我发消息 好消息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什么 他说帅哥老板 我可以过来上班吗 终于成功了 怎么说帅哥老板 他说我可以过来你们那里上班吗 服务员 他不是病了吗 他说生病了 你说是不是有没有得过 那我先问他 他如果得过F0的话就先不要 没得过F0 他说他没有得F0 他怎么说 说前几天他是感冒而已 通常的感冒没有得病 那你说叫他现在过来吧 晚上直播一下 我们试一下看行不行 好的我问一下 不行 他在老家呢 在老家 他回老家去了 我那在老家 然后他还说什么 他说 现在过来不行 他应该在老家 然后 他说 要是可以 你可以 叫他 你可以收他过来上班吗 他 他路用他的话 他25 跟你约25过来 然后你看怎么样 25号 25号 今天是23 22号 哎呦我操 尴尬呀 那怎么说呢 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主要不会中文 漂亮啊 可爱啊 他拍视频可以的身材 对啊 很多人喜欢他 那你想 怎么回 跟你打回 那你说他又慢慢学中文吗 会唱歌跳舞吗 直播的时候 问一下 还有先问哈 还有问一下 我们准备把它合了去了 愿不愿意跟我们去合了 有包住包吃的 我问他 他会不会唱歌或者跳舞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才艺吗 嗯 他说他不会唱歌跳舞 他要学 你说我们这个有时候要耐心的 要学的 不然的话他又不会中文 不会上个跳舞怎么样 OK 嗯 还问他 去合内就是吧 嗯合内 还有工资要求多高 我们都是上八个小时白天的 问一下八个半小时白天的 还是打电话吧 这个他回答他慢了 我打电话去了 跟他讲 讲 打电话好问一点 什么 接呢 接啊 那你刚刚问题问吧 他问了 他这里还没有显示 他显示是还没看吗 还没看信息吗 他忙一下吧 对 如果会中文的话我就毫不犹豫了 不会中文拍视频有困难 然后那我就想要直播 直播唱歌跳舞不会的话 说实话我也要考虑的 以前只是 开玩笑嘛 去吃饭啊 真正拍的话 他没有什么体操 又不会中文 对不对 嗯也是 粉丝们你们说对不对 不会中文 又不会唱歌跳舞 那直播的时候也不知道说什么 对啊 直播也直播好 要他学唱歌跳舞 但是他不会嘛 他说 所以说 我们还是不要耽误人家 对吧 对 以前所以说挖什么的 都是搞拍着玩的 真正的要一套的话 还是要有一定的优势的 不能拍视频也不好拍啊 不会中文 对 那直播他又不会中文 也直播不了 又不会唱歌跳舞 对不对 看怎么回吧 基本上是 我还想走运运商量 基本上是不用这么商量了 哈哈 对吧 像他以前在服务员 让你上班 我们偶偶去拍一下是可以 对吧 现在砖子 全职来的话 我感觉不太适合 只是长得漂亮可爱 对 像庄庄他们也是一样的 漂亮可爱 但是会中文嘛 嗯 他没回来 他肯定就知道 我们要求太高了 就先不管 好 回来再说 嗯 小萱萱在干嘛呢 这种货 今天不是来 加货了吗 货到了 然后我就 看什么 我对你 我还带金箱链啊 我的天啊 你觉得这个 谁给你买的 你现在才看的 你自己看呀 视频里面哪个视频 我没有带 我现在还搞了像 新买的 富博呀 金箱链 谁给你买的 自己买的 真的 真的吗 你要谁买的 就随便聊聊 喊玩笑的 我说初音之间 可能今天你穿黑色一会 我才看到以前我没注意 对了我想跟你说一下 现在和亮 我们昨天不是看了房租吗 大概6000块钱 找到了 三房一厅 昨天你跟我找到这个群里面 三房一厅很豪华的6000对吧 嗯对 但现在有一栋的四层楼 全租 嗯 全租也才7000块 你把那栋楼全租下来 全租7000块 但是有7个房间 那个也很好啊 要是差 像你说 什么灯光一些 可以自己专修普典 进去灯光不够的话 租一栋楼也很好 对啊 算很多房间可以住嘛 以后 以后员工全包啊 包吃包住哦 对包吃包住 是我也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工资低一点 包吃包住嘛 三个房间不够 只是说为舒服 对吧 你感觉呢 如果那样的话 就直接从这边搬过去了 这边就省4000多一个月了 对啊 就相当于去那边 只要3000就住到了 嗯 可以 又六七个房间 你要是万一愿意去的话 比如说你愿意去的话 那也有房间了嘛 对吧 愿意愿意去的话 对不对 这边我也不会那么快退 至少还要两个月 只是说要计划长远的话 我感觉那个好一点 嗯 可以我觉得 一栋的那种 对吧 嗯 只是我刚开始觉得就是说 就是以为没那么贵 就是想租个两房一天三房一天 是一两个月 骂着六六五六千呢 还不如直接租一栋一不到位 这边不用了 到时候对吧 两个月之后 对不对 对 而且你直接租那边的话 只做自媒体的话 人家来了不知道干什么 这边搬过去的话 有电商 后门 要他先到这边试用一下 对吧 要他有事情做嘛 嗯 不会那么枯燥无聊嘛 他们就慢慢的就会 对吧 慢慢的融合嘛 嗯 而且你知道吗 像云云这种美女装装这种美女啊 以前刚来的时候都是做电商 开始慢慢培训的 直接来拍视频 他们接受不了 对吧 你骗人 不是骗人 是慢慢引导嘛 对不对 对 他们拍拍视频什么 对吧 对对这种 要是他们看有电商 这些也比较那个一点 就是来 就是他们不愿意拍视频 先做电商 我不强迫 但是慢慢引导 他们特别优秀的漂亮的 那我可以给粉丝慢慢去展示嘛 这样吧 高明 嗯 那就这样说 那我们那个 呃 明天你看看有没有空 我们去看一下 还是等云云过来 哎 他又发了很多消息 快来看一下 服务员的 他说唱歌这些他不会那么才艺的 他以为你在招 比如我们这个商店 这边去招员工的话 他过来做事的 一定可以拍视频那种的意思 嗯 看你的话他后续会慢慢的去学 这个意思 哦那你说可以 那这样子的话也可以 如果说想做说批的话啊 嗯 我们搬去河内了你说那工资不高的 就是大概六七百万吧 七百万 嗯 因为那个只做书批 偶尔拍下视频有一点奖励 肯定没那么高 因为我现在说病人够了啊 还有他越不越去河内 刚刚问了没 是吧六七百万加奖励吧 奖励的话就是 反正最少七百万到八百万吧 八百万吧 就是 啊我们底线是八百万 在河内 就是要住在河内 我们现在这边不要那么人了能够了 嗯 我跟他说 然后他说可以 我说去搬去河内可以吗 然后呢过来的话 做员工平常商店那边 然后回复客户这些 就是七到八百万的底薪 偶尔去拍视频 会有奖励在外面 然后他说 ok 嗯他就可以给他做 就是卖货的员工吧 回复客户的 然后偶尔跟你去拍视频 嗯这样可以 这样的话 因为河内华制也要说批的人员吧 就是我们要是总部 直接像刚刚那样搬过去的话啊 这边的人员可能就用不到了吗 嗯 对吧 像大熊熊小熊熊这种 对吧 一两个月之后就用不到了 兄弟们你们说对吗 怎么样 服务员要不要 他过来可以做收拾的话也可以的 他可以把你做收拾 然后 直接去河内做收拾 哦 拍收拾 然后慢慢也可以学中文 我们就可以培训了 对对对 有 是的 好那你说我们这几天去租房子 租好房子再通知你吧 因为他25号过来的话 我们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再租房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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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我们粉丝的明天看看怎么建议吗 对吧 嗯 好吧那就这样子 嗯 就这样吧 嗯 嗯 他主要是做过服务员啊 唯一看到他的就是可爱漂亮 还有勤快洗碗这些 对对对对对对吧 嗯 要勤快的一个 因为河内大学生的话 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情况 我还没不了解 这种了解过了吗 吃过苦了吗 相当于对吧 做服务员的 这点我是看好的 像上次他过来我家吃饭 直接帮忙洗碗 你看过那个视频没 看过啊 他很勤快的 做服务员一般都很那个的都 自己保护这些钱块啊 太多什么都比较好 太多 自己也是好的 那才有八百元的话就要的过来吧 反正到河内还要什么的 还有河内我们昨天给我发了 朋友给我发了一下招聘信息啊 三四十个人应聘全部是会中文的 点赞有什么用 就是很很好了 感觉前面路很顺很顺啊 但是我的理解你不知道吗 什么啊 赶快陪我去河内租房 什么 哈哈哈 你不是这个风风中会解决的问题吗 嗯 但是要找合适的吗 地段各方面都要重要啊 对吧 他就这样说 嗯他要装装旁边的对吧 对最好是七八个环境 这样子先装装他们 以后都不用租了 直接租那你就好了 有工资 有吃包吃包住 所以他好一点的 你不到位 他们就很买的 对包吃包住很重要 原来我还不想这个 但是这个也很重要 工资可以稍微低点 包吃包住给他们省了很多钱的 因为我们是一起租的 我们 这跟我们来讲 反正差一千块钱 我们多三四个房间 没什么嘛 主要的员工可以包吃包住 就是贡献大的 或者是全职的 像他过来肯定要包吃包住 你不包吃包住的话怎么搞 嗯 对不对 所以工资给他七八百万够了嘛 还有奖励嘛 包吃包住嘛 是不是 对 还有 还有 网上直播直播的时候 也征求一下粉丝的意见嘛 嗯 看看他们觉得怎么样 OK OK 粉丝们给建议啊 你什么时候陪我去喝呢 F0 真的 你一般都是下午有空 现在看看哪天空的多的时候 我们中午去看一下 先看个毛皮 看看大概 然后等圆圆过来了 我们再去 就是 就是那个 那语音哪天过来 确定 不是我们先去看一下 因为圆圆的性格是很急的 如果是直接跟他去看的话 看多了他会累 他最近也身体不太好 我们先大概确定几套 然后再带圆圆去 这个可以吗 这个可以吗 然后我们就直接确定下来 好吧 就大概我们先去看一遍 明白吗 嗯 又不一事情一次也搞不好吗 对不对 嗯好 你给明明商量一下 当然他这几天能过来是最好了 对吧 我决定的事情一定要做的 就是说先去看怎么样啊 嗯 好了 今天主要就是两个事情 第一个服务员要过来 准备过来了 第二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啊 就是现在一套的一样六千五千 在我们租一栋也差不多七千 对吧 但一套的虽然豪华 只有三个房间 一栋的话有六七个房间也很大 宽敞 也有大厅 这种话 就是我们直接搬过去的话 到时候两个月之后啊 就像是 省了就 就是不会有压力吧 两边多压力还是有一点 对吧 大概就是这样子 给大家通报一下 给粉丝交代一下 嗯 要粉丝 多多个我们建议 出谋划策 哈哈哈 我的粉丝都很好的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记得强烈推荐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有没有喜欢小平的 大家看看小平的问这句话 小平 你觉得小平愿意没有愿意跟我过去和来一起闯天下 你为什么要混 大家觉得问我就好了 问你我要大家 关了视频问我就等 问你是没问题 但是 不要问粉丝 这个粉丝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但是粉丝给建议你会看啊 嗯 粉丝觉得都觉得你要跟我去混的话 混什么混 那你就会多考虑吗 混F0 哈哈哈 去混F0 好 拜拜 好拜拜大家 等一下大家快点翻去 给粉丝跟你建议 想你推荐哦 拜拜